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玩文字獄的 第二獄 第一獄我馬上從醫院逃脫了嗎還是哪裡會忘記了 這豆點後面為什麼要加分解好了 我一開始自穿著這麼多 有圖像耶,這樣就不是文字獄了 桿子好像這些都是上一次的吧 上一次我們揭開了窗子然後拿了鑰匙 開了門但是並沒有移動到密室是不是 這是我原本被困住的地方 零紀了 很足夷 燭 沒有 按拖把柠檬放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密室人們上方天花板掉落許多層屬出現一個大洞 關鍵一定在洞裡面你知道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邊應該是爬上才對 那可以爬了吧 乾 子 分開了 肉侍名 屍屍肉侍為無德行 對不對 欸 這可以翻了 自從被關在這肉侍後 就開始不斷找尋找逃生的出口 拿到了一個山 沒了 就一個山子 拿到一座山古巴 這是要幹什麼的啊 這是要幹什麼的啊 盆栽 抽屜 總之 要死 密室 未知 鐵幣 這是拿來取字詞用的 地板 幹 2 字 空白 通話板 手電筒 閣樓 閣樓還沒有變 翻了原本的字詞 翻了新的字詞以後原本的字就不見了 解釋 現在 中指 要怎麼把他放進去啊 他沒有放入的那個 動作 拿到1 拿到1 抽屜的背面有一些奇特的 跟種子 這邊字詞沒有很俐落 算是不要放了 拿到了4 拿到了4 取下來 要怎麼樣才能拿5欸 不不不不 門後面是4 有什麼東西可以放啊 這個可以放動詞嗎 不是這個 動詞 可以欸 移動到 好上 放入在這裡 開啟欸 開啟沒有 到這邊 種子 我將種子放入 盆栽 抽屜的背面一些奇特種子 種子4天後會有一個像字的果實 種子的結果就是一些喊用字 所以今天嘗試種子 將種子放入盆栽 然後要將什麼放在窗戶前 那應該是盆栽了吧 欸對齁我有手電筒了 不是說暗嗎 我打開看看 燈 反燈 是 4 3 4 4 5 5 6 6 7 8 5 這個還有意義嗎 誒字都不見了 不見了 整紙放入噴災 我拿到砲了 可以合併吧對不對 不對 這樣就修好了 然後 用手電頭 檢視 地板 不對 然後 我 檢視 地板 我拿到6了 6666 6 我要看 你在第幾天會出現關鍵字 6 沒有欸都沒有關鍵字 那好像沒有意義 他這邊是T的話 那轉過去會不會是樓 沒有 只是自反而已 嘖 fuck 就是 有啟動 自己可以關鍵字 是 哪一邊 妳 還有什麼沒有看到 走囉 1 4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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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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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要拚 那8個數字是哪一個是對的 我們來試一下吧 首先是1 這個絕對不是1開頭啊 2 等一下喔 假如這個是1 抽屜背面有一些奇特的東西種植4天會長出一個像字 種子嗎 種子 放入盆栽 假如這個是第一天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是2 這是4天前不對 這是2月25 所以3是2月25 5天前更不對了 等一下這邊是5天前的話 好 沒關係 先等一下 6 已經過了3天 7 8 2天前我發現一個 自從被關在這路市後就開始不斷尋找逃生的出口 這個到底是第幾天的啊 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32 25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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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這個是兩天前的話 一定要先找出第一天是在哪裡啊 首先第一天 我在力量找到一個很大的圓形洞口 天前 已經算是三天了 他一定是先掉下去的嘛 1 2 3 4 5 6 7在哪裡啊 7在這裡 這肯定不適合了 當我醒過來也就是說他已經發生在那個掉下去之後 這個也是發生在掉下去之後 我受了重傷 他不是在這個地方啊 受了重傷 這邊已經是醒過來了 5天前 4天前的日記缺一些字我什麼都沒有種出來 4天前的日記缺一些字 我懂了 假如這邊是 這個那個2一定是接在這個的4天之後嗎 這邊是2726252423 這邊缺了一些字 我什麼都沒有種出來 然後種植了4天後會長出像什麼東西 所以中間有3天的時間 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找到一個圓形的洞口 這個確定是25號 然後2天前 那這個 5天前啃我日記的老鼠 25號 25號 那這邊應該是30號 25號 262728 12 不是 5天前啃我日記的老鼠 車的水牛 六兄隊有去充門咚 中文字幕——YK 5天前啃我日記的老鼠 不对啊那这个应该是要在这边是第六天的嘛 3月25号是被啃 2627282930 262728 3141 这边应该是第六天啊 那这个应该是在这里啊 5天前 我醒过来 然后发现自己是第三天 所以是1 7 3 8 2 5 4 6 这个肯定是3 他第一天要撞东西 然后 123 4 过了4天 还是5天啊 发现东西被啃了 5天啊 3 东西被啃了 然后这边 发现有洞 决定要下去 然后 掉下去以后重伤 然后 5天前日记被啃 然后掉下去后的第三天 1 2 2 3 为什么是直接敲到第四域啊 我的第三域 这个 这一次第二域不好解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做个段落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玩第四域 拜拜